我们掌声有请大厨登场 我这道菜叫西域割草囊 这个盘子就够地道了 你怎么就关了两盘 这一盘是你们这边的好吧 那先帮那边 先帮那边 这是新疆味 欢迎郭克 郭大厨 囊中有牛 上乎奶茶吃披萨 披萨 谢谢姐 我这一道是烤羊排 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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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香 救命 奶茶 好 谢谢 好香哦 大舅 喝奶茶了 咱们都是沾光啊 这是好吃 特别好吃 夹点 你给我夹一点的 这上面的牛肉也很好吃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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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香 救命 好 然后披萨就是很开心 最后还是给我们做了 因为我也超爱吃披萨 就挺想再吃一块 但是已经就是说没了 好 我们再来把掌声 送给我们郭柯 郭大厨 谢谢 我看曹赫阳一直在吃 我得感谢各位老师 在互相天上的时候 把一整盘都放在了我的面前 都在我这儿 全会我 这鸽子肉也太嫩了吧 我第一次吃这么嫩的鸽子肉 对好的美食 大家都低头 一个劲的吃 我又想到了上一季 我吃多了的时候 就是心里边由衷的恨 就是恨这些主厨们 为什么把这个美食 能做得这么好 让我每天为了减肥而痛苦 来 雨桃 我像魂颠倒 躁动的心在方便 我的球比特在尖叫 荷尔蒙的刀发 因为你的到来 我觉得吃了我就已经神魂颠倒了 三个菜的这个主料都不一样 我的评价就是 牛肉真牛 羊肉真羊 肉肉真鸽 可以吗 我这道菜叫西域鸽草囊 其实这个菜没有什么创新 新疆餐厅很少会用到鸽子 新疆其实以前有种叫呱呱鸡 那个包括维吾尔族的 包括汉族都喜欢吃会去烤的 现在因为它是保护动物 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把鸽子 其实我是先卤后烤 然后再手撕 跟馕炒在一起 放点羊肉 就是最民族的粗犷 确实啊 就是让我们扎扎实实的品鉴到了 就是一个所谓的在地的风味 真的是馕也特别香 然后这鸽子也棒得很 味道就是一个馍滋滋 跟我吃到的这个西北风味 真的是没什么两样 这个里面的大片子 孜然 辣椒末 全是新疆的 的确里面那些香料 就是我记忆中的那种炒囊的味道 然后就觉得那个 这种小块囊就是会让你停不下来 想要一直去挑的那种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囊 外面焦 然后里面呢又不油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烹饪的手法 就是它外面有油 让它变得酥 但是里面又没有过多的油进去 让它变得腻 唯一有点意见 囊里边脆得太少了 时间久了 刚下来 对 其实它在升温的过程当中 油是不会进去 油会进去的只是高温之后 油温下来的时候 它会进去 所以这就是高手 好吃 好吃就完了 对 然后大口大口吃 你别顾及什么餐具了 上手 对 你看我拿的糖刺盘 就新疆其实这样子 以前的时候人家结婚啊 你看放瓜果什么 就是这种盆子 所以我不需要拿现在很高级的盘子去装那个 我觉得就有点不搭了 我自己家常版的烤羊排 然后因为这道菜了 我经常在家里面 跟我的女儿一起做 然后今天正好我看到细腻妹妹的时候 我就哇 那种感觉就好像 看到女儿了啊 我就觉得我的选择这道菜是对的